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3.6克相较于索尼ZV1这个相机 它的重量是289.7克 这个的重量基本上就是索尼ZV1这一台三分之一的重量了 这个兔龙其实就是佩戴在索尼ZV1相机上的一个配件 装卸也特别的方便 我们先来把它装上试试看吧 其实它装的原理很简单 它是靠镜头的外围 它有一圈橡胶的东西 就只用把这一圈东西 跟索尼ZV1的镜头把它给贴合上去以后 然后再来拧紧这一颗螺丝 它就固定好了 好 觉得紧了 好了 这样子装上去了 超级简单 它装上去以后我不得不说它的手感会更好 因为ZV1它本身它这个把手的地方 它比较的不是那么凸出来 所以抓起来会比较吃力 然后它这个把手 它这个木头增厚了你的手可以握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样握起来感觉会更舒服一些 装上这个兔龙以后 我觉得它不但是起一个保护作用 如果你在旁边磕磕碰碰一下 它不会碰到原本的相机 它最方便的功能其实就是 平时如果我要装上一个它的三脚架 装在这个下面的话 它会挡住它的电池的这个槽 所以每次要换电池的时候 我必须得把三脚架拧下来 我才可以换电池 这个非常 annoying 但是有了这个兔龙以后 它这下面有很多螺孔的地方 可以直接把这个三脚架拧下来 固定在你觉得比较OK的螺孔上的话 它不会影响到你换电池 所以即使你在拍摄的过程中 电池没电了 你也不用把三脚架拿下来 你就直接可以很轻松的打开这个电池盖 轻松的换电池就好了 而且其实这个相机电池 因为它的容量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换电池还是换的 比A7S3这些要频繁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有质的飞跃的一点 然后说说其他的地方 然后它周围的螺孔 它上面有两个 然后这边两个 这边一排 包括下面也有很多的螺孔 你可以用它来放各种各样的配件 它上面这个热靴也没有挡住 你可以插一个麦克风或者是补光灯 它下面也多了一个热靴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真的还挺实用的 而且这个拓笼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装上它以后 它非常完美的契合了它的整个机身 而且它不会阻挡所有的功能 比如说这些翻转屏 你也可以很自由的切换 它不会挡住 然后旁边的这些麦克风接口 HDMI也都是可以随时打开 随时用随时插入 然后包括换电池换储存卡 也都完全没有问题 而且它这下面有一个扬声器 它的扬声器也没有被堵住 你也可以很方便的听到你的声音 直接会从这个小孔这里出来 而且它上面还预留了两个地方 可以给我们装那种背带或是手环 我觉得这个还蛮贴心的 这个吐笼自从装上去以后 我们还从来没有拆下来过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拆下来 所以就可见这个吐笼它有多方便了 虽然这个吐笼的重量 是这个机器的差不多三分之一 但是我觉得它也还好 也没有增加太多的重量 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对重量 要精确到刻的人的话 那可能这就会是你的一个缺点 不过对我来说真的还好 而且体积也没有增加大多少 而且手感来说真的会好更多 说了那么多优点 我们来说说它的缺点吧 如果一定要说缺点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这块木头的颜色 个人主观来说我不是很喜欢 会觉得有点跳脱了 它的整个一个比较深色的一个范围 如果它的木头是更深一点颜色 或者是它可以做成黑色 或者是不要那么亮眼的颜色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看 说说我们平时用的setup吧 我们一般会使用索尼ZV-1配套的遥控器 平时我们上面还会装一个麦克风 悬进去 这大概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的一个配置 它就是下面可以很轻松很方便的 换取电池它不会挡住 这一点真的是解决了我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痛点 因为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耐心的人 如果我拍到一半 然后换电池我还要把它拿下来 我就会觉得很麻烦 我就会不想拍了 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 最大的优点可能就是拆装电池 和这个手握的这个地方 比较舒服而已 但是如果大家平时喜欢 在这个相机上装各种配件的话 那么这个兔龙给你的提升 应该就更多了 如果大家不介意它带来的 这100克的体积和重量的话 那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买来玩一玩 另外我再来说一下Smart Rig 这是一个给我寄的三脚架 一个比较小型的三脚架 它其实也配了一个快钟板 所以它的拆装也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它这上面是一个球形云台 使用起来非常灵活 然后这里也可以调整它的这种 Pen的一个角度 下面就是一个金属材质 你看缺点已经看到了吧 它的缺点很明显 就是它这个三条腿的阻尼非常的难控制 即使你有一个这种六边形的工具 你可以调节 但是真的每一次就觉得很麻烦 感觉也很难平衡 使用起来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几乎也没有怎么用过它 如果说要买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是不会买这个的 我觉得索尼的这个就够用了 而且它也有一个遥控的功能 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也还是感谢Smart Rig 这个给我寄来了这个三角架 是不是给把它卖了 我来说说它的价格吧 这个带木头把手的兔龙 在淘宝上的人民币价格大约为300块 在北美的话它大概是55美金 我觉得这个价格 有它这样的功能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投入的 总的来说 如果你也有索尼ZV-1的话 你也在考虑要购买一些什么配件的话 我会非常推荐这个兔龙给你 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索尼ZV-1 最不能缺少的一个配件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